这里是亚特兰大吃喝玩乐,今天去看展 本期视频由起点车行赞助播出免费估价上门服务 对各种五花八门知识好奇的朋友们 Dorrowville正在进行中的埃及法老墓展 Tuton Common, His Tomb and His Treasures 可以去漂一漂 Tuton Common,中文译作图坦卡蒙 是埃及最有名的法老,没有之一 图坦卡蒙这么有名 是因为它的坟墓在三千年的时间内从未被盗 这在法老墓中是极为少见的 正因此,它的墓穴是现今被发现的古埃及皇家陵墓中保存最完整的 黄金甲面都还在哦 1922年,英国人组织的小队发现了图坦卡蒙墓 并挖掘出近五千件珍贵陪葬品 震惊了西方世界 随后有几个最早进入坟墓的人 早早死亡 给这件事平添了几分魔幻色彩 有一种科学的解释 是说陵墓长期蜜蜂 滋生了不少细菌 致使最初进入的人员因此患病 至于要相信科学 还是埃及神秘诅咒 就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咯 图坦卡蒙九岁就当上法老 所以也被称为The Boykin 但18岁便身亡了 它的死因也很神秘 目前为止仍然是考古学家们研究的课题 有说被暗杀被毒死的 有说得临风病 也有说感染疟疾的 甚至还有说被蛇咬死的 神秘感拉满 图坦卡蒙灵木的发现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可是个大新闻 甚至被流行文化相继引用 有一首流行歌曲就叫做 Old Kintat 就是本视频的背景音乐 然后Kintat这个词 就被各种注册为产品名称和企业商标 甚至美国总统胡佛都要凑热闹 命名自己的爱犬为Kintat Kintat这么有名 策展人自然是不会放过 于是就有了关于它灵木和宝藏的展览 真品自然是都在埃及博物馆里待着呢 但这个重新建构和复制品打造的展 也还是很用心了 还原度据说是很高 一共有上千件在专家指导下复制的展品 只不过都是完整无缺金灿灿的 入场的时候呢会发一个讲解器 在逛展的过程中 可以学习到很多关于古埃及的古怪知识 还挺有意思的 比如这个金盒子 是用来装这个石雕的盒子的 而这个石雕盒子里每个小盒子 都装的是法老的器官 肠子呀肺之类的 这个金盒子外面有四个所谓保护法老的女神 但我看这个事情不简单 一般保护者会面向危险 而不是背对 所以像不像他们在保护这个世界 from木乃伊归来呢 开了一个脑洞 再来看装木乃伊的棺材 一共三个 大的里面是中的 中的里面是小的 就好像套娃一样 被发现的时候 一层套一层在这个有壁画的巨大的shrine里面 Kintat还有两个比他还造妖的孩子 一个胎死腹中 一个出生不久就足了 所以装他们的是这种迷你棺材 再来看这些马杂一样的枕头 我以为咱们古代人的枕头就够不人道的了 没想到古埃及的落枕程度分分钟超越了 这些奇奇怪怪的有趣东西还有很多 比如古代战车 装饰大于功能的药膏盒等等等等 大家不妨自己去挖掘下 Twitter Common展会一直持续到11月底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Fever App上购票 11月4日前下单可以用7折码 Tomb Discovery 30